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送你的慈爱 阿弟诉说你的恩典 我们请低头祷告 谢谢主耶稣祝福我们 带领我们 亲爱的阿爸父 好 主啊谢谢你今天 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机会 可以聆听你的话语 可以学习你的话语 求你圣灵陪伴着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父王耶稣的名言献上感恩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说 神猜的独生只到世间来 使我们觉得祂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在此 就显明了 很多人说 牧师啊 我很爱主 为什么主耶稣不爱我 牧师啊 我很爱主 为什么主耶稣不帮助我 这个是一种错误 我们要明白 神先爱我们 不是我们先爱神 世间只有爱与被爱 情感是双向的 被爱的人会用爱回应爱他的人 神的爱却下下相反 他选择先爱我们 乐意的先靠近我们 也就是刚强的靠近转着的 有爱的 亲近 缺乏爱的 所以我们呢 爱神啊 是因为他先爱我们 我们爱神 因为他 差遣他的儿子 他就 从百分之百的人啊 演变成神啊 来到了世界啊 叫我们 得着什么呢 得生命 所以呢 他显明 他爱我们的心 就在此显明了 曾经有一个孩子 世气的事件 世前家四处寻找他的下落 却偏寻一步早 一天早上 灵机真准备将 污水倒入 下水道时 听见从下水道 口传来的 震震的 哭泣的声音 他里面找了救难 救难人 也呢 敲开下水道盖子 救难人 也呢 进入下水道时 看到了一个小孩子 然后呢 就在那里哭泣 也则是几天前 世气的小孩子 所以呢 这段 这项新闻呢 让我们联想到 神也是这样 找到我们的 我们所记住的世界 犹如下水道 般的肮脏误会 当走势的孩子 在下水道 不断的哭泣的时候 神会亲自走到他身边 拯救他 这就是 我们的耶稣 所以 我们跟这个小孩子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一样 为什么呢 我们失去的方向 我们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被世界污染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被世界影响了 我们失去了 神的爱 我们完全只顾虑到 世界的生活 神 非常的爱我们 我们居然 下了水道 安张 污秽 只要我们乐意地 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的生命 就会被改变 爱的珍贵 再以给予 一个母亲 每天到监狱里面 去探访她孩子 因为孩子犯了 杀人的重罪 背叛无奇的徒刑 母亲为她伤心了一辈子 每一天都送饭给她 其实以泪洗脸 希望孩子呢 可以悔改 孩子可以改变 但是无奇的徒刑 有什么办法呢 为什么这个母亲 她克制了 舍不了 舍不了对孩子的爱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是她生的 这个母亲天天都去探访她 为什么呢 因为爱 因为爱是先给出去的 神 也是就要用这样的爱 找到了我们 我们就好像在监狱里面 我们犯罪了 我们没有能力了 保罗说 谁能救我脱离 这个生活 谁能救我 他说我感谢主 靠着加给我力量的 靠着主耶稣的力量 我能够被改变 我能够从罪孽中 被救出来 因为耶稣的爱 因为耶稣的圣灵 带领我们 改变我们 圣经说 当我们 悔改奉耶稣的名 受洗的时候 我们是新造的人 救世已过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说我们爱主 应该说 主耶稣 你先爱我们 我们能够做的 就把你的爱 付出去 这样周围的人都认识 都了解 都领悟到 都接受到 你的爱 这个就是 耶稣对我们的 爱 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 在这整个月 活出爱来吧 好好的爱主 好 我们得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呢 告诉了我们 主啊你拆遣的独生子 来到的时间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主啊 你的爱 神爱我们的心 再次就显灭了 谢谢你主耶稣 显灭你对我们的爱 对我们的关怀 对我们的祝福 向我们的主唱新歌 全地都来向他的唱 向我们的主唱新歌 全地都来向他的唱 神灯伟大 全爱我们的主唱新歌 全地都来向他的唱 向我们的主场心得 全力都来向他奖 神奋为他 奉利的美 神奋为他 奉利的美 向我们的主场心得 全力都来向他奖 向我们的主场心得 全力都来向他奖